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样的弯曲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的背部放松 也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比较安定的状态 刚刚那个沙发比较软 所以它很容易让骨盆往后倒 骨盆后傾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胎关节 那很多人85%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肩胎关节疼痛而导致下背疼痛 任何坐姿如果不正确 长期可能造成伤害 肌肉痠痛 背部不适等等 没想到不明剧中一个随意动作 也能引发话题 下电新闻 郑翔人 初老千条报导 下电新闻 ída签 下电新闻 柜物最好 下电新闻 币 婴儿 个小偿 第二天 下电新闻 垂直下